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157集 第157集來的 講一下咬仔幫 突然之間又再多一個人回來 又再想被人亂遊 也不想被人 你是為了某本作品回來講的 不是 我剛好回來 你們叫我說我就坐下 說得那麼輕 劍橋會哭 不要緊 劍橋現在不稀罕 我們 說笑而已 每個讀者都是重要的 剛才出的幻城第一期 有普通版和特別版之分 其實所謂的普通版和特別版都是賣14元 所謂的特別版是創刊紀念版 封面特別是雅膠 我們平常看過日晚的雅膠書圖 亦都是宣傳見過的人設 主角卡索和英雄式的兩個底面 其實我喜歡普通版 雖然我兩個版都買了 但我自己喜歡普通版的封面多一些 因為一來史詩式的形象比較重一些 拉頁比較高一些 燙金又比燙銀好一些 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人頭多一點的感覺是有想過構圖 你要想過構圖 而普通版只不過是把兩個人物訂出來 有些不同的 紀念版的就是普通第二三期會出的封面 不只是創刊號 很深刻印象的封面 下期預告也不一樣的 紀念版是沒有下期預告的 反而普通版是比較多一些 你拉頁的後面就有些人物介紹 普通版也有的 普通版也沒有的 我看的時候是看紀念版的 所以我剛剛才知道 普通版好像比較高一些 因為多了一頁 所以他就做一些人物介紹 紀念版他連下集預告也沒有的 也有 對不起 我看錯了 但紀念版的封面的感覺太簡單了 感覺上 有些感覺 我對於這個封面 我覺得最看不順眼的就是 上個星期 小貝在那時候也說了 就是覺得他 普通版 Ice Fantasy這個實在太Final Fantasy 一模一樣的一個字體 尤其是Fantasy 我覺得是不夠深思 我再看回原著小說的封面 他就用另一個字體 但是他那個Fantasy 那個字裡面 A字三角形紅色 其實也是Square的設計 那個Logo的設計 即是不論是圓絕 還是萬物版 我覺得都很重記事感 令人看到有一點點不舒服 不如我們直接說回故事 第一期他 一開始就用賭罪形式 兩兄弟 在王國裏面作決戰 然後再賭罪他們年少時候的故事 份量算幾多 都頗耐看 至少 介紹了他們的世界 國家 那個結構 以及他們 所用的一些武器 招式 交代了部分的資料 我覺得比較有趣 先一開始 已經覺得 男主角和他弟弟的名字 很大差異 即是一個卡索 看他裡面很多人的名字 都是歐洲式的名字 像是譯音 他弟弟叫英空式的感覺 不像是中世紀的那種名字 明明是兩兄弟 為何名字差那麼遠 大家都知道為何 故事 最後要發展 即是金之玉業的故事 即是金之玉業的故事 明晚沒有生兒子 既然買了兩本 都看了兩次 但是 最慘的是 對於我來說 第一 就是兩個主角很難認 我有點不太認得 面相和英雄星 即是 一時之間 又可以推翻阿拉斯 剛才說他們不是兩兄弟那種推斷 真是很像 當然 馬基和玉兒更像 所以 看的時候有點辛苦 這個純粹說 即是 你在成大不會的 即是一個戴拉姆 一個單眼是整個 山字 一個是金髮 一個是 戴面具 戴面具 每一個人的特色都很不一樣 但英雄星和卡索 感覺很容易混亂 尤其是 長頭髮時 兩兄弟一起長頭髮 短頭髮時 兩兄弟一起短頭髮 小時候 對 形象就有少少難以變形 不過對這個故事來說 更加 令我看得 會覺得 即是 可能是一個 處理上的不夠理想 就是 一開始就說了 卡索殺了英雄星 除非 最後一個故事還可以變 否則 其實這個故事 我在三 即是這種 opening 其實三年之前 四年前我們看過 就是朱元璋 劉伯溫的一段 朱元璋 劉伯溫 是因為我們大約都知道 劉伯溫那個時候會死 所以其實他這樣倒序 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這個故事對於我來說 是完全新鮮的 我是不知道 郭敬明想著 將這個故事怎麼寫下去 如果到最後那一拼 閃完 然後回到以前 去到最後 可能又重新 又得再看回 究竟是 究竟是 這一段 最初的結局 究竟是怎樣 當然 可能會比較老土 但是問題就是 最少 吊了一條尾 尾 但是現在這樣 我就知道 外圓洋的大哥 撞了這麼多小孩 現在的手還沒死 他還沒確定 他一定死 他只不過告訴你 他把劍撞了 他 很多人撞了他 是未必死的 撞了什麼進去 還有撞了在什麼位置 請問 看看你把劍軟靈眼 他有沒有好仔細的描述 他在激光劍 大家都說來就來就來就來 就來就來 就來 甚至乎 因為他這個世界 是有些類似魔法的事情 死而復生 都不是一件太難鬥的事情 但是感覺上 追悍性就是有限 他好像已經為故事的尾段 鋪好了一條路 這段時間 一直要捱到 講完所有往事 去回頭這一段的話 感覺上是可能有點辛苦 類似表達手法 譬如 桂正和那本satman 他第一幕也是一樣的 兩個主角 一對峙的一幕 主角躺在地上 第二男主角用槍指著他 然後這一幕 兩個對搭之後 就跳回去交代往事 但是那件事是未完的 起碼你 看完他們過去之後 你有興趣去追回 究竟之後會發生什麼 他們是不是真的要死一個 或者只是 某些衝突的場面 或者可能只是故事的中段 後面還可以有很多事情發展 但是現在就好像 當然 一切都尚未結束 同志應須努力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已經好像讓我知道結局 可能你以為知道結局 特意做了這件事 讓大家都覺得結局就是這樣 到時候 原來不是這樣 就有些出乎意願 可能到時候 可能我現在這樣想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橫城的故事說什麼 我沒有看過那本消息 可能到最後就是 就是假裝堆壞了英空式 是不是英空式 假裝堆壞英空式 到後來 其實是 因為這個故事叫做 冰與火的衝突 冰與火的幻想 到最後是一起去反攻火族 或者可能只是一個計謀 甚至是幫他驅除心魔 有機會的 一切都尚未 所以 剛才我的說法是 有些矛盾 不過 如果只看第一期 就會有一種感覺 冰之說的 前提是 大家會繼續買 看下去 如果接下來這幾期 不夠緊湊 一有少少 甩漏或拖的感覺 大家就會覺得 既然就知道結局 你這段時間又這麼悶 我直接不看 甚至切了他 或者等到一段時間 有人告訴我 很精彩 我才買回 我覺得 就是這個鋪排 失敗的地方 另外 講一下他 今期已經鋪了一些 設定上 我覺得 什麼事敢太重 很多 什麼劍與魔法 異世界 近這十幾年 都看過 我看過 所有我看的作品之中 差不多三分一 新書 都是用這些結構設定 遊戲也不少 拉斯也有玩過 拉斯也有玩過 找到一些端藝 我只是一開始 他說 完了兩兄弟決鬥 回到重前 一看那個王城 那種感覺 好FF 之前有朋友告訴我 忘記是好像FF12 還是13 12 12 我沒記錯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以前劍橋 我忘記了 一本作品也是 有被人救病過 設定上 也是照搬一些遊戲 或者是 某些外國的插畫師 那些圖 想不到今時今日 還有機會看到這些東西 另外 他裡面 剛才說過是一些 類似劍與魔法的世界 但是 感覺上 他用的劍 就像星戰裡面那種光劍 尤其是他有些小動作 譬如主角 用出劍的時候 劍柄裡面 是產生了能量 然後才產生了 光的劍印出來 那 就 令人覺得 嗯 究竟你想 那個設定是如何呢 即是科技 還是 並容的世界 他暫時沒有詳細去介紹 因為他這個世界 其實就可能是 他 作品裡面 得有的一種形式 和世界 所以 第一期其實是不好說的 即是很難 一開始就說死話 這樣是有問題的設定 但是 如果單從第一期看的話 我猜應該跟袁樹有關係 你會發覺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用的那些字 和招式其實沒有關係 他說這兩兄弟其實是幻軸 幻術軸 看的時候不覺得很難讀 但一讀出來就發覺有些問題 幻術軸 但是他用的那些招式和幻術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他說的幻術 我在畫面看到其實是實質的火魔法 冰魔法 那些攻擊 那些不是幻術 那些真的是魔法 但是這個國家裏面有一個種族叫武獅族 叫武獅族 想怎樣的 很多 但是你看看 武獅族的標誌是獵頭的獵刀 死神獵刀 其實有些很難去掌握 小說應該沒有講到圖騰那麼清楚 這是真是漫畫版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你不容易掌握 究竟幻術在這個世界裏面究竟是些什麼呢 是否只不過是 剛才所說的那些魔幻的劍 劍器 國家的名字都很奇怪 即幻術帝國幻影天 究竟是誰才是國家的名字 幻術帝國 幻影天應該是城堡 應該是城堡或首都 因為他後面還有什麼謎說 什麼幻林 什麼重林 因為太難讀了 要揭開一本書才能看得到 對呀 開頭他們兩兄弟打的時候 有個人名字我一時三刻不知道怎麼說 即是他們兩個之間的對答 真的不懂 要查一查字典 你知否這個什麼圓塔 有邊讀邊就這樣讀 不單是幻術帝國的無術師 即是如果 由一開始一些對白經意 是會構成閱讀障礙的話 那這個程度會失敗 那這個 我不完全是歸咎香港問題 因為他是由小說改編 我又不認同你剛才所說的 即是你現在所謂 即是你現在所謂 即是我不懂得讀那樣的字 即是歸咎 這個不是閱讀障礙 這個不是閱讀障礙 是因為大家的中文水平比較差 即是可能在台灣來說 他每個都會讀這個字 可能在大陸小說 可能在大陸小說 可能在那些人裏面 很多人都會讀這些字 將我們比較少接觸 即是不可以因為這樣 我告訴你大陸是更加少人懂得讀這些字 我不理會 懂不懂人少讀 你不可以因為我們懂的字 人家用比較深的字 人家說 他構成了閱讀障礙 而是一個很差的字 我不認同 因為有時候 它不是由外國的名字 去翻譯 它是自己原創的 我之前跟文貴講過一樣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 很多人推薦我看大陸的原創小說 我看了那麼久很累 我看不下去 原因就是 他們當時所謂的創作 是想著用很多你們不懂的東西 去兇你們 或者將一些他原本出處抄的地方 參考的地方 硬去扭 讓你沒那麼容易發現 這就是我看到 大陸很多近年創作小說的問題所在 尤其是人名也是 一來沒有意思的 不能夠令你有任何聯想 你說如果是外國明星的英文 法文 西班牙文翻譯也沒有辦法 但不是 你是自己創作的 那為什麼你要創作這個名字 這個經意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現在看完了 其實是有些辛苦和難消化的感覺 譬如剛才說 都是說起武學那些東西 譬如幻術術 幻術術 他們兩兄弟 加上還有一條女兒 其中一招 防禦招數是重力光 其實第一期已經很清楚了 重力光是一種大約什麼的狀態 但是 我看了兩次 他出過兩次的重力光 都跟重力是沒有關係的 究竟一種重力光是一種什麼重力光 都是那一句 你的世界可以由你自己去判定一些 但是有些事情應該是 你要令讀者 因為讀者都會有一般的常識 有一般的認知 對於我們來說 重力就是 壓住下來 或者用力量去壓低 令到他動彈不得 諸如此類 但是他這招是一種黨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用錯 重力可以 除了你剛才所說的壓力之外 他是造成一個重力牆的意思 他在你面前 在空氣上造成一個力量牆 去擋住任何東西 這東西是可以用的 他這樣用的 其實問題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譬如他其中有一招擋住重力牆 他是拉起一些泥 他對那隻暴雷龍 雷獸 雷國獸 雷國獸 而且他的兵 跌下來的時候 是跌下來的 如果你用重力牆 其實他就在拉你下來 你順便把兵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 Anyway 我想說的是 這東西不容易消化 如果用現今 大家都習慣電腦技術的話 有時候和人漫畫都有 就是用電腦效果 把畫面扭曲 整成一個壓力長的透明狀態 其實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這個我覺得是能夠活用到技術之餘 又令大家容易投入到世界 一些細節的地方 好了 講到這本話好像 徹底浪費錢 大家是不是又真的這樣 還是其實還有東西想說 先罵完再賺 還有他交代他們年輕往事 那個類似小隊比賽訓練的 就是有點不明所以 即是 他們要在這個訓練中 三人一個小隊 去找一件 即是 婆婆 要他們找的 水晶這樣的物體 但為什麼要這樣分隊 分隊的意義和 組合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編排 完全沒有說 純粹只是 製造兩堆要競爭的人出來 在構成他們的世界觀 或者他們這班團隊 因為他們將來可能都會 合作或者敵對的關係 如果不在這些往事交代的時候 佈下這些復線 將來他們的劇情就會變成 我們要硬去接受 即是跟現在我們看到 第一期的故事可能沒有關係 暫時唯一最明確說到的就是 三哥在這件事件上 表現得最有大將之風 即是他們不取得了威 是等對方 救了那個無術族的對手之餘 還讓他們取得了財 即是不用增加大家幾族之間的仇恨 但其他所有人就變成灰國了 我想這個世界其實就有點太大了 即是想想他只是一個帝國裡面 有六七個種族 而這六七個種族裡面 我不知道純粹是李奧自己不妥這個黃族 還是其實原來是世世代代都有些恩怨 還是既然是這樣 那為什麼黃族又要特意混合他們 一起去做訓練呢 諸如此類 我理解 皇帝有皇帝的訓練方法 皇族應該是有帝皇學 他們可能是一些其他人不懂的東西 而那種族分配 好像說了他們每一族有不同的專長 是的 應該是每一個人學的東西 每一族人學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譬如既然幻術那邊當然是學幻術 我印象最深刻的幻術就是灰藍族裡面的黃大人 你以為自己在和我打招呼 其實我坐在旁邊吃背面 你只是和我製造出來的幻象打招呼 那種是幻術 另外一種鳳凰幻魔拳和幻紅魔王拳是幻術的一種 驕死你那些 那巫術族又可能是另外一種 大家未必會混合起來的東西 還有草藥和音樂 所以星秀族或者人魚族 其實那個世界太大了 我有一個朋友給了一個留言 在MSN跟我聊天的時候 看完第一期幻術 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本書很像結晶傳說 一開始也是賭罪 先說了一件事然後再賭罪 然後他準備了一個要50期才能交代的世界觀給你 幻成和結晶傳說都存在一個這樣的問題 他跟我說 他就說看得很辛苦 但這本書還要是博裝 每次的頁數有限 如果他不能超濃縮去展開 是更加難做的 他不是打算出50期的 他就不扔不擔心 而且他的畫工比起SA隊要好很多 那真的 你其他明顯是在抬舉SA隊 你拿去跟劍橋 劍橋交給 你們是不錯的 不過跟劍橋交給你們是第二 你真是僅次於劍橋 很高的 證書下期 但這本畫工真是一流 近年我真的找不到哪本可以跟他交給 就算他們和過往幾本作品 我覺得都去不到今期完成這個水準 與其說是科幻的 不如說是魔幻的 即是 即是 你要我抹感一些想法 我最初打算是幻成 應該比較科幻一些 但他是魔幻一些 他是魔幻的 要花時間 我覺得第一期 開得不算很理想 開得不算理想 尤其是 譬如你叫雷龍角 電擊 很明顯不是幻術 幻術不是這樣 這些很明顯是魔術 例如那隻Pokemon 但你是在用一種能力去轉動 幻術不是這樣 我有點奇怪 其實他們拿了版權去改編 他們自己看到 覺得暢順的地方 他們應該是有權去修改 但問題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牽一發就動全身 如果你改了一點 後面就全部不同了 假如有幾個位置 都要透過這些Pokemon 去互相對抗 你改了做幻術 究竟怎樣想法 我猜大家看過那晚都知道 那晚是不可能想到一百五十多之後的事情 如果你現在改了 可能發現後面有個Bug 你是拆不了 所以反而有更大的問題 寧願不改 或者可能它濃縮了某些事情 不過我覺得 最慘的是 這個世界觀似乎太大了 看小說就沒問題 但看漫畫 一開始要拆開這麼大的世界觀 是很困難的 你要拆開這麼大的世界觀 你要鋪多久才能給別人看呢 不是的 我覺得主要是他們 不懂得運用對白和龐白 你看到第一期很多地方 都是動作和景的畫面 如果他們適當運用 我相信我們剛才很多的謎題 可能已經夠版位給他們解決了 所以這個是他們 講故事能力的問題 我相信第一期如果 當然又是晚後跑 永遠都是看完之後 給評論是比想的時候更容易 如果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可能第一期花了很多時間 去交代兩兄弟的身世 即性格 個性 如果好像剛才我們想到的問題 其實會不會用另一種方法 不要要第一段打那一段 一開始就是 第一期可能沉悶一點 但我覺得 可能需要的就是 在世界觀和這兩個小子的成長 即是找一個方法去 表現他們的個性 譬如可能是 上課去理解這個世界 究竟是怎樣 但慢慢去學習這個世界 不單是兩個小孩學習 同時間讀者學習 最少交代一下那幾個族之間 有沒有分別呢 關係或者形勢是怎樣 究竟為什麼會處於一個 好像這麼敵對的呢 有時候又會 其實狀態有點像Naruto 即Naruto的世界觀比較複雜 相比起One Piece和Bridge Bridge就沒有什麼 虛和人的死神界和虛的問題 所以 One Piece就比較複雜 即是臨尾出現很多種族 但它是慢慢慢慢地引起出來 即是 你打到那一群才會遇到那個種族 即是 愚人族和人愚族都可以有分別 即是你猜不到 當然 那麼 Naruto就有點像 郭敬明其實在一個故事上 也有幾多模仿 即是Naruto這一樣 譬如在心臨道的一個考試 要三人小組 分了很多不同的族 其實這裏 都像火影村 水影村 毛影村 其實是不同的國家 但是這個故事並不是 即是這個故事 它是慢慢慢慢地把這些資訊 提供給你 它是這樣的 而第一期你大概都知道 名門就是一個死小孩 即是這裏就是 即是 我猜估計應該不多不少都受到 即是我猜他寫這本小說 應該就是Naruto最好看的時候 所以應該是 即是 直到第二話為止 即是 所以就是 這裏會有一個這樣的模仿 在裏面 我也同意 如果把頭的那段 減輕一點 不需要打到 定勝負 他生死的那些 把那些篇幅放回後面 甚至乎 將第一期尾 如果你的畫面 做得更緊張感重一點的話 整個感覺就不同了 現在我們好像要 淡淡然接受 他們一些童年往事 好 但是有沒有東西稱讚呢 畫 畫真的很漂亮 相比起 甚至看劍橋上一本 城寨那些 這一本都漂亮很多年 老實說 城寨去到後面都很帥 相比前期也好 那這個應該是儲稿 好像是 絕對有時間 慢慢做好 過多幾期才能下正式的判斷 我想對於我 我會看的就是 畢竟這一部 叫做 魔幻一些的作品 近 近五年 近十年 有沒有 近五年 5至10年 上次刷肉 都是黃仔 魔神 近壯 魔神傳 但是古裝 很古裝 而且他還有古裝 雖然有些搞笑 但是他能天摸得更多 他寫動第二輯之後 開始勺放很多西洋魔幻 事情 但是這裡 最重魔幻味юсь 我想這將會讓他們ーロシ順時間 需要縮動 一萬年,由神之領域到溫群到九龍城寨 正如劍橋自己說,他正在轉型 我想這種轉型是需要時間去磨合和理解 尤其是一本這麼龐大的小說,我猜他們需要花很多時間才能掌握 就算故事他們想著不改了,但畫這裏也足以令他們在市場佔一席位 這個絕須不需要擔心,希望不要太多BUFF就好些 最後一本,剩下幾期就收皮了 三角的,52嗎? 52,是呀 現在是50的三角嬌王,經意講到群雄維偶淚報 我一開始有個問題,想提出來問一下 黃成宴,當時說到袁懷他們給了鳳凰餅,分了餅子吃,然後吐了餅子給袁兆 原來又要把他給予人,那最初為何要設置一招這樣的東西呢? 那招鳳凰烈盤,只知死地而後生 生那個又不是徹底的生 我的意思就是,新的又不是新的,這招擺明是陰人的 他有時候用來什麼,你幫過我,但我又不想教你一些好東西 給你一些賜貨,是這樣的心態教你 不是呀 是呀,他自己說的 是一定的 就是讓他給一些賜貨 有時候說,什麼嘛 不,反過來,反過來,反過來 先不論人的動機是怎樣的 但這一招,有沒有一招的目的就是為了我幫你一下 然後打算散你工的呢? 都不是,他還沒有那麼惡毒的 他只是說,你憑這種方法,即是靠小叔伯 給你一些錢給你 一些資產給你 你一時間提升不是永恆的 你偶爾就要去虧一下 傳給你的紙字呀 或者可能好像金旗呀 袁紹那樣 偶爾打一下,虧了他就行了 不用給別人的 雖然是不完美的 但是,對於當初的他來講 只是一個二流高手 他已經有莫大被益的 加上如果你明知道 你的先人一定會死的 如果你平時死了 是完全過計不到功力的 那怎樣也算是賺的 OK,好 由三英戰裏部變成四條煙對裏部 我們看到關羽和曹操就是龍 袁紹就是復皇 張飛就是那隻金翅膀 不是小學雞 金翅膀,金翅膀 又不是金翅膀 他整隻都是 他沒有膠神的樣子 所以應該是金翅膀 OK,那裏部比高登神獸為偶 絕對大鑊 關於那條叫含曬龍 打足成旗 鳳凰才是小學雞 感覺上又有些 好像是倒閒不倒廢的感覺 是不是用得太多 怎樣說呢 氣勁的東西 雖然從來都是這樣的 但畫面上不是的 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旅報的方天畫擊是光武組成 有時畫到雕花 有時就像氣勁一樣 感覺上是你要將自己調整 到底他們是實打還是虛幻的武功 很難投入 應該是實打的 有時尤其是袁兆用獎 他也是近身打的 打到呂布脫教 但我看完之後 都覺得 差些什麼呢 我又說不出 這個你不知道他 過程 過程是做什麼的 我看完之後 就有很大的感覺就是 既然你們說到你們的光武那麼厲害 為什麼在某些位置 你們不用光武 用回你的死人武功的拳腳 就像後期 後面小小曹操 拿把天劍破了呂布的刺激 然後你是有機會去重創呂布的時候 你不是拿把天劍去打他 你是打他一掌 你做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你做什麼 既然天劍你那麼厲害 你手上的武器 為什麼你不用你手上最厲害的東西去殺敵 而是去賣弄你的所謂拳腳 很奇怪 現在變了 就是他想去突出那些武器的時候就用武器 就是他覺得用了太多了 就想表現人本身的武功 就是那些什麼拳工等等 就用回拳腳 但是在戰事上不合理 你覺得沒有什麼必要去做 我想這一場為了要結束喪打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去鋪排 究竟想 過程會是怎樣 不過也少見 幾抽一的圍偶 就比較少見一點 勉強叫做是 是怎樣說 我們有個四字似的始終尋珠 他也不是完全沒有好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感覺 看上去不是很舒服 好過沒有 好過平平淡淡的交代完算了 還有你想想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從來都感覺不到呂布是迫波蛇 你現在叫我給這場大的戰鬥 最後就是他們這樣打我 我不是我想看到的東西 或是這個不是最初看到的鋪排 尤其是 現在反而沒有了 他出場的時候是有的 作為他最後一場戰鬥 我覺得是略為失色了 其實我很相信阿偉是想好中間的招式是怎樣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最後可以怎樣盡量 殺了丁蟬 是會削弱到呂布的戰意 如果自己這場戰鬥被殺了 當然可以完全沒有心機 因為唯有打飛機 只好沒有心機 但是問題就是 你是不保證的 你可以引發他的空性 對啦 空性 還有做這件事的人不應該是劉碧 這不是劉碧的性格 如果劉碧是這麼果斷去做這些事情 他早就不是在今天這個位置 故事沒有去到他這件事 對 他說那個是曹操 我接受到 但是劉碧真的不應該是他做的事情 在場的 他沒有下場打 其他例如袁兆會這樣做 曹操也會這樣做 甚至乎你跟著 張飛也會這樣做 演義的話 關公這樣做就最適合 關公月下斬丁蟬 不是 關公月下拼丁蟬 不是 關公月下拼丁蟬 那個是大戲而已 但是最後其實是說把 關公月下斬丁蟬 暗場交代其實是關羽殺了丁蟬 他幾個方向都沒有用 反而用一個最不適合 因為還未見月亮 所以不可以斬著 現在還是陰天 這一幕又是有些不明所疑的感覺 其實已經要屢告之死了 即是武器做 還有再前一點 他們基本上說四打一而已 其實由頭到尾打來打去 都是袁先生那個人打得太多了 當然了 你要死難道我不讓你死 但也不怕 他也搏腳下去 不是 曹操出來拿把天劍 然後破了他的方向 不是啊 誰的赤熊之力都有出招 我剛才說的是 打到後期 基本上他自己也說 只是他兩個人都可以打到呂布 直接敗退 只不過呂布還未肯去死 但不代表他沒有輸 他正在輸 即是再打下去 但他是輸眼 只不過他還未死 然後關羽就威了 來撿死雞 這個怎會是關羽呢 關羽怎會成人之力撿死雞呢 關羽為何不可以成人之力撿死雞呢 他作為一個前鋒球員 是應該要把握這些機會的 他最大力量是容易的 撿死雞不等於不容易的 撿死雞不等於不容易的 撿死雞都可以很容易的 撿死雞通常都很容易撿 你和呂布之間 你和呂布之間又沒有什麼大仇恨 呂布在整個局勢 他又不像董長那樣 搞亂天下 他其實是沒有什麼大奸大惡 對於關羽說 他對於什麼 他不需要覺得 我一定要殺了他 否則天下就不太平 即是沒有這些事情 不是喔 你想一下 現在的故事在這裏 其實就是 說到他撿著雞蟬一起去發狂的話 其實他們是很兇的 他是可以影響到天下 甚至是影響到漢室的安危 至少我認識這幾十期出現的關公 還有呂布他沒有這樣做過 至少關羽他會給機會 呂布投述了氣 我單挑你 這個才是他的過程 他會說明東明春和你單挑 就是不會偷襲 他現在就知道會偷襲 即是他完全將 劉比陣容那些人交化了 不是他們做的事情 劉比人家是關公的 他就把威威給人家 反而這一期的張飛沒有什麼出手 因為他是這麼像混蛋了 這麼像混蛋了 他夾走赤兔馬 這個真的很好笑 你看看 赤兔馬這麼像混蛋了 赤兔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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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仆佳鳥勾著草泥馬 今次仆佳鳥勾著馬的時候 噢 一輩子多少 你再比較和呂布 剛剛呂布在旁邊 哪可能騎到上去 他以前的馬很大隻 一縮小 不是 軟的 如果是這樣 張飛也沒理由這麼小 軟的 軟的 你看整個畫面 你不是分了兩格 遠近的畫面看到 他整個是錯了 這樣就 錯透視 這些 我看到你夾走赤兔馬 怎麼搞的 這麼搞笑 這隻馬好像縮了水 那樣 真是賴的那些 那些木馬仔 真是賴的 哈哈哈哈 總之就是 真是賴的 真是賴的 其實真的很好笑 跟張飛也 就像是賴的 我就很不喜歡他 哈哈 哈哈 是啊 總之就是 今次賴的 最後兩期就完了 不知道他將會是怎樣 起碼我圓得漂亮的 如果不是 扣了分數的話 你下次出什麼都 下次就賴的 哈哈 好 今個星期的節目到這裏為止 還有這個 林美說回一點點 說回 勁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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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問題 會押後的 一搞定就盡快通知 Delay一集還是怎樣 還未決定 如果 趕得及的話 星期四上載 如果不是 就回到下星期一 OK 還有星期五 嘩 又是繼續廣萬 勁鑑 勁鑑 我們忍了一口幾個星期 不說話的 今個星期不會說的了 好 今個星期再見 拜拜